大家好 我是大老K 本期我们来做一个人物志 这次我们要讲的这个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为什么要讲他呢 因为路易十四的一生非常的传奇 很有意思 当然如果要把他在位期间的历史整个讲一遍 那最起码得做个二十集 我估计就算我愿意讲 你们也未必愿意听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不聊他在政治上 或者军事上的那些丰功伟绩 我们就来聊聊他人生当中的一些趣闻 不过这些东西呢大多出于野史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我这么一说 您那么一听 一定不要较真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看完之后帮我点个赞 谢谢 话说这个路易十四的出生啊 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路易十四生于1638年9月5日 他的父亲路易十三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他非常的贵 他的母亲呢是西班牙国王菲利三世的女儿安妮 不过大家一般都叫他奥地利的安妮 哎 怎么西班牙的公主会叫奥地利安妮呢 原因是西班牙的统治者啊 实际上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分支 所以大家才会把他叫做奥地利的安妮 路易十三和安妮生路易十四那会儿啊 都已经37岁了 拿到现在来讲 那也绝对算晚欲了啊 这在当时呢 是极其少见的 毕竟那个时候的人啊 寿命都比较短 所以结婚啊都很早 像十三和安妮他们 14岁就结婚了 那怎么会熬到37岁才生了这个大胖小子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呢 安妮年轻时啊 也怀过几个孩子 但是最后都胎死腹中了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路易十三啊 不怎么去找安妮玩 两个人玩的少呢 那有孩子的几率就小了呗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之间属于纯粹的政治婚姻 所以感情呢并不深厚 另一方面呢 就是路易十三这个人啊 他比较容易被男性吸引 大家都懂的 但不管怎么样 路易十四的出身 还是让法国皇室呢兴奋不已 总算有人可以继承大统了嘛 因为这个孩子得来不易啊 所以父母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路易迪厄多内波旁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上帝赐予的男孩 路易十三于1643年5月14日驾崩 作为长子的路易十四呢 继承了皇位 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小啊 所以继位初期的近况呢 和我们清朝的顺治皇帝 也就是爱心觉罗福灵啊 特别像 你们看啊 顺治六岁继位 但朝政呢 却控制在他的叔父 摄政王多尔滚的手中 这多尔滚呢 还和顺治的母亲 孝庄皇太后有一腿 而路易十四呢 继位时四岁 因为不能清理朝政 所以母亲安妮担任了摄政王 他任命红衣主教 朱尔斯·马扎林担任宰相 并负责路易十四的教育工作 哎 那为啥要任命这个人呢 因为安妮啊 与马扎林也有一腿 是不是很像 那么在路易十四长到十几岁时 他的母亲安妮啊 就开始盘算着要给他安排一位 健康教育的女老师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因为他怕呀 安妮担心儿子会和他老子一样 在取向上呢 出现问题 这倒不是他杞人忧天 主要是路易十四从小的表现 让他存在这方面的担忧 路易十四小时候啊 长得就不像个男孩 活脱脱一个秀丽的小姑娘 你说你长得像女孩也就算了 而且啊 女孩喜欢什么 他就喜欢什么 所以你们说安妮能不急吗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一个君王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啊 那对整个王朝都有可能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他的老公就是很好的例子嘛 差点就后继无人啊 所以想来想去 他一定要为儿子啊 安排一个好老师 最起码先摸摸底啊 要是个弯的呢 现在把他掰直还来得及 可在老师的人选上呢 安妮却犯难了 因为国王啊 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 叫个贵族的黄花大闺女吧 名不正言不顺的 也不合适 对吧 叫个普通女孩吧 万一日久深情 国王今后非要娶她 那就不好收场了 最后经过一轮筛选 安妮看上了一个女人 她叫凯西 是一位男爵夫人 这人啊 有一个绰号 叫独眼凯西 大家一听这个绰号 就应该能想象出 这位的尊荣了吧 没错 这是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丑女人 皇太后之所以选她 就是为了确保儿子 不会爱上这个凯西 不过要我说呢 她这步棋啊 风险有点大 安排这么个人给儿子上课啊 没把正常人搞出毛病来都不错 但现实情况是 这位女老师的教学质量很高 路易十四呢 也很喜欢她的课 最后凯西向皇太后禀报 国王的身体没有问题 这才让安妮放下心来 其实从路易十四后来的私生活上看啊 她不但没有问题 而且还比一般人都要好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古代帝王的后宫中啊 除了皇后啊 还有很多的妃子 所以古人常用后宫加历三千 来形容皇帝嫔妃之多 但法国皇室啊 却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 而路易十四呢 却是历史上有记载的 情人最多的法国国王之一 要说起她的恋爱史啊 这就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了 路易十四的初恋 是一个名叫 玛丽曼奇尼的美丽女孩 这个姑娘啊 身份课读一般 她就是我们上面说到过的 路易十四的教父 红衣主教 宰相马扎林的侄女 因为马扎林经常去皇宫 教路易十四读书啊 有时呢 身边就会带上侄女玛丽 谁知道路易十四 一下子就看上了 这个漂亮的女孩 更巧的是 玛丽也很喜欢路易十四啊 两人可以说是情投意合 所以当国王到了 可以结婚的年龄时啊 就提出要迎娶 玛丽曼奇尼为皇后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啊 她的母亲安妮 以及红衣主教马扎林 都跳出来表示强烈反对 为彻底断了国王的念想啊 马扎林在1660年 直接就把侄女 玛丽曼奇尼 嫁给了意大利的 科隆纳亲王 同年6月22日 皇太后安妮做主 让路易十四 迎娶了西班牙国王 菲利普四世的女儿 玛丽泰瑞莎 这样的安排啊 乍一看 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公主的结合 也直接结束了法西战争 是一次非常划算的政治回应 但这个事情啊 却在民间传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细心的小伙伴 可能也看出问题来了 站在皇太后安妮的角度上来说啊 她的做法还能说得通 不过对于红衣主教马扎林来说啊 她的反应就比较奇怪了 因为如果国王和她侄女成婚 那对于她来说绝对是大大的好事啊 她为什么也要极力反对呢 并且急急匆匆的就把侄女嫁给了他人 所以当时坊间啊 有一种说法是 皇太后和红衣主教不敢冒这个风险 让国王和曼琪尼结婚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 大家慢慢细评吧 好 我们继续来说回路易十四啊 站在她的立场上啊 初恋被赶走了 现在又硬塞一个老婆给她 就算这个老婆千娇百妹 她心里这口气也咽不下去啊 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路易十四 一辈子都对这位皇后非常冷淡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自己的皇后又不喜欢 那她就只能到外面去找情人了 据说路易十四啊 一生中总共有三十多个情人 其中最有名的有三位 他们分别是路易斯·德拉瓦利埃 蒙特斯潘以及梅英泰奴 这三个女人啊 总共帮她生了十几个孩子 而她的皇后玛丽 虽然也生了五个孩子 但最后活下来的却只有一个 所以路易十四呢 也是法国历史上私生子 远远多于正牌皇子的皇帝 最后路易十四 还将她的这些私生子啊 通通合法化 话说路易十四在位期间 创造了很多的历史之最 比如上面说的情妇最多 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要说最有名的历史之最啊 那就不得不说 他是欧洲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的在位时间达到了 经人的七十二年 要知道啊 十七世纪时 欧洲人的平均寿命才三十几岁 而路易十四却活到了七十六岁 他于1715年9月1日去世 这个时间离他七十七岁生日啊 只有四天 不过他能活到这个岁数啊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各种原因 有好几次他都差点挂掉 其中有两次都是因为生病 生什么病呢 说出来呢比较搞笑 一次呢是上面的病 一次是下面的病 我们从下面往上说 1686年啊 路易十四突然发现啊 自己在解大手的时候 下体有疼痛感 因为这事儿呢比较隐私啊 他一开始也没好意思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疼痛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而且还伴有流浓 这下次没办法了 不治不行了 无奈之下 只能请来了一名专科医生 来帮他看一下病 这医生定眼一看啊 不对啊 一看定眼啊 马上就确定了病因 什么病呢 刚弄 这是啥病我就不说了啊 有兴趣的小伙伴自行度娘 虽然病因确定了 但医生却紧张了要命 为啥呢 因为路易十四的这个病啊 拖的时间太长了 要想治愈 只能通过外科手术 但介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呢 这个手术的风险极大 弄得不好就要送命 但不动刀又不行啊 这可怎么办呢 最后有人想出个好办法 为了确保手术万无一失 他们决定给医生进行培训 咋培训呢 他们在宫廷里啊 找了七十多个 钉上有点毛病的人 不管你病严不严重 现在一律来医生这边开刀 目的呢 就是让医生充分了解 这个部位的结构 并且列列手法 这个办法啊 最终收到了奇效 医生在做了七十多台手术后 已经非常娴熟了 最后路易十四的手术啊 堪称完美啊 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那么说完下面的病 我们再来说上面的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 17 18世纪啊 欧洲贵族的画像啊 都有一个特点 所有的人不管男女 都是紧闭双唇的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贵族嘛 笑不入耻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 那个年代的人根本就没有口腔卫生这个概念 刷牙这个习惯都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才慢慢盛行的 而这些贵族又喜欢吃甜食 所以从上到下 有一个算一个 都有很严重的口腔问题 一般帝王在出生时啊 天地都会有异象发生 这在我们古代的文献中经常会看到 据说路易十四出生时啊 也有异象 但很可惜呢 不是天地有异象 是他自身有异象 啥异象呢 他刚出生啊 嘴里就有两颗牙 就因为这两颗牙 让路易十四从年轻时就一直饱受牙痛的折磨 又因为他的嗜糖如命啊 不但喜欢吃很甜的蛋糕 甚至吃水果时啊 都要往里面加糖 但当时没有什么可用的刷牙工具 吃的又甜又不刷干净牙 这就让他的牙疼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啊 1685年路易十四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 问题呢 就出在他的一颗蛀掉的牙齿上 所以他请了一个铁匠啊 来帮他把那颗蛀掉的牙齿拔掉 不要怀疑啊 我没有说错 你也没有听错 就是一名铁匠 因为上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啊 那个年代没有人关注口腔健康啊 所以也就没有口腔科或者牙科这个职业 而且当时的医生普遍认为牙科属于机械领域 所以拔牙这种事呢 都是交给铁匠来做的 但铁匠毕竟是铁匠呀 牙是帮国王拔的 可他们不知道拔完牙要消炎和消毒啊 这使得路易十四的口腔受到了严重的感染 牙更疼了 实在没办法了 他只能又叫了一名其他专业的医生帮他来看牙 这医生一看啊 说现在只能把上颚的所有牙齿都拔了 才能止住这个牙疼 那个年代可是没有麻药的呀 可想而知这要受多大的罪呀 没活活疼死都不错啊 就因为吃过这么大一个亏呀 路易十四意识到不能再让铁匠来充当牙医这个工作 所以他任命了一个叫弗朗索瓦卡佩隆的人 进入了自己的医疗队 专门帮他护理他仅剩下的那几颗牙齿 最后这个哥们因为质牙有方 被路易十四封为了贵族 我们一般聊到路易十四啊 就不得不说到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呢 是法国最著名的宫殿 也是世界五大宫殿之一 而这个凡尔赛宫呢 是17世纪由路易十四下令建造的 但这个宫殿并不是他一拍脑门 突发奇想出来的 关于建造这座宫殿的初衷呢 实际上民间也是有一个小故事的 话说1661年的春天 23岁的路易十四 应当时财政总监大臣 尼古拉斯福凯的邀请 去他新建的府邸赴宴 这两个人呢 坐着马车边走边聊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福凯的新家 等路易十四下马车一看啊 我的个怪怪 一座宏伟的城堡出现在了眼前 这座城堡啊 不但外部结构精致考究 连周围的花草树木栽植的都是别具将心啊 路易十四看到这些后就对福凯说啊 你小子选的这个地方不错啊 这福凯吧 用现在的话来说情商有点低 他还真以为国王在夸奖他呢 他一拍胸脯啊就说啊 这算什么您还没进去看看呢 说着话就把路易十四迎进了室内 等国王进门一看啊 倒吸一口良机啊 他眼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 大厅天花板上啊 配有知名画匠制作的巨大浮雕 各种珍贵文物琳琅满目啊 看得人是眼花缭乱 可这时的福凯啊 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大难临头啊 路易十四想啊 这座城堡的环境和装饰 远超自己居住的丰单白鹿宫啊 作为一名财政部长 要不是贪污受贿中饱私囊 怎么可能盖得出这么一座豪华的宫殿 于是三个星期后啊 福凯因贪污淫私罪被投入大牢 判了一个无期 不过因为这件事呢 也让路易十四觉得自己居住的丰单白鹿宫 确实有点跟不上时代啊 显得既成就又没有创意 所以他就有了建造一座新宫殿的想法 为了建造这座宫殿 总共动用了三万名宫人 从1661年开宫 一直造到1689年才竣工 整整28年 这座宫殿就是凡尔赛宫 可能有人会觉得路易十四 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啊 竟然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和物力 太过劳民伤财 但真正原因并非如此 实际上建造凡尔赛宫啊 有着很重要的政治因素 这座宫殿啊 占地非常巨大 拥有2300个房间 很明显啊 他从设计之初 就没有打算只住路易十四一家人 那他想干什么呢 在凡尔赛宫建成后啊 路易十四就开始邀请全国各地的贵族入住 当时很多贵族都已能住进凡尔赛宫为荣 其实这些贵族呢 就是各地的诸侯啊 当路易十四发现该进来的人都进来之后啊 他开始制定所谓的起床礼 早朝晚朝等等各种仪式和礼节 搞得这帮贵族天天都要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些制度呢 弄得贵族们啊 想走都走不了 时间一长 这些人对原本属地的控制权啊 越来越弱 而中央集权却越来越稳固 这才是路易十四建造凡尔赛宫的真正目的 那凡尔赛宫虽然看上去很豪华 但实际上住在里面并不舒坦 因为整个宫殿啊 没有厕所也没有浴室 据说这是设计上的一个失误造成的 那没有厕所住在里面的人大小便怎么办呢 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 他们在壁炉里面上厕所 所以看似金碧辉煌的宫殿 实际上每天都是臭气熏天 而说起洗澡呢 就更有意思了 他们解决没有浴室的问题 简单粗暴 方法就是不洗澡 虽然这种做法 让我们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 但对于古代法国来说 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 洗澡被认为是一种医疗手段 一般的没有病的情况下 本来就不洗澡 即使生病了 也要在医生的建议下才能洗澡 也就是这个原因啊 古代法国人 从国王到平民 身上都有异味 为了掩盖这种味道啊 他们发明了一样好东西 那就是香水了 一不小心啊 又说了这么久啊 介于视频的时长关系 我们本期就先聊这么多吧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种人物质的视频啊 记得评论区告诉我 今后我会给大家介绍 更多的历史名人的有趣故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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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